下一題也是康軒立體 這個呢 它有兩個聲音 你敲鐵管的時候 有兩個聲音 一個是從空氣傳過來 一個是從鐵管傳過來 誰的比較快 鐵管快 你聽到兩個聲音 兩個聲音的時間差 差2.5秒 請問你 鐵管的速度多少 有距離 有速度就會有時間對不對 有距離 有速度就會知道有時間 有兩個時間 這兩個時間差2.5秒 請問你速度多少 我在暗示你做吧 有距離 有速度 你就知道過來要花多少時間 你有兩個時間 這兩個時間要差2.5秒 我們等一下會做到別的題目 我會提示你 你要注意 路是誰走的 時間誰用掉的 2.5秒不是任何一個用掉的 是兩個時間差2.5秒 所以多少 我再暗示一次 有距離 有速度 就會有時間 你有兩個時間 這兩個時間差2.5秒 空氣的速度是每秒340 那請問你鐵管的速度 那請問你鐵管的速度多少 有距離 有速度 就會有時間 你會有兩個時間 鐵管傳生的時間比較短 空氣傳生的時間比較長 這兩個時間差2.5秒 停車 戰界問 那表示鐵管的速度多少 我們要找女生 應該要找女生 張武女生 Wu No.4 4號 4號 好 不知道 會不會算 不會算 請說一下 鐵管深度X 傳生呢 就這樣子說 距離 距離除以速度是時間嘛 所以有一個是空氣傳生的時間嘛 有一個是鐵管傳生的時間嘛 誰花的時間久 空氣傳生花的時間久啊 因為固態大於液態大於氣態啊 那兩個相差多少 兩個相差2.5啊 所以你就給他減啊 兩個減起來就是2.5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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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然後就數學啊 而且是小學就會的數學啊 不會找小學老師貴 不要找我 然後呢 就做完 大概 沒有辦法整除 大約就這麼多 3.9乘以10的三次方 這樣就是 可以做吧 想法都一樣 反正是最簡單的 距離啊 速度啊 時間啊 三個天怎麼換來換去啊 怎麼求時間啊 怎麼求距離啊 怎麼求速度啊 一來一去就可以了 就是 康宣的力 康宣的力 這題有人考過類似題 這題是考過類似題 可以嗎 可以